我叫曹普,我現在是在厚海大山樂隊,然後彈吉他,彈弦子的 我們樂隊十幾年了 我其實是大學本科學建築的 包括最後讀研也是學的建築 謙虛旅社項目是在一個雜院裡面做一個設計 它那個牆是可以移的 大雜院裡面公共空間越來越少 我們就是希望謙虛旅社的入住 能夠還給大雜院裡頭一塊小的公共面積 謙虛旅社項目實際上是一個命題作文 時間大概其實是在2014年 它有一個叫大石勒領航園計劃找到我 我們要去研究怎麼樣去利用這個胡同裡的這個空的房子 旅社這個空間我們當時想的是和雜院和這個居住 最近最主要的功能還是人住 比如說我要開一個商店或者開一個飯館 那進來的人員就比較雜了 就可能對居民的影響就更大了 我們同時也考慮到雜院裡頭老齡化也比較多 我們引入青年的居住 會不會能給雜院再帶來生氣 旅社就是後面這個 它其實很小 這個樣板間只有11平米 它外面是有一個結構 整個這面牆都可以推進去 比如在你入住的時候 可以把自己的空間壓縮到極小 因為晚上睡覺基本一張床就夠了 它在退進去之後 外面能推出一個4.5平米的小面積給到院子 無論是喝茶、下棋 這裡面一共有三張床 然後都是單日床 一步梯子可以上到最上面 因為有一個稍微大一點的窗戶 然後有一個寫字台 相應地配了行李架 然後儲藏的一些空間 配備了一個只能小便的衛生間 然後可以淋浴 剛完工的時候我就在這住了 當時是那個冬天 是那個我記得特清楚 我換著床睡 每個床都睡一遍那種 夏天的時候 在這比較舒適 不開空調也比較涼快 因為它的牆比較厚 我們在裡面又做了一個內保溫 他們有很多人喜歡睡在那個 上邊 最上邊的那個 所以舒適度到現在測評都還OK 還挺好 應該是差不多是今年6月24到25號 那天晚上入住的 唯一不同的可能就是 周遭它會有很多老胡同的環境 跟我們現在都市高樓林立的環境中生活 年輕人可能是有一些差別的 早晨會有一些可能務工的人 他們的車訂了光浪過去 晚上會有野貓在那兒叫 但是這些很生活化的聲音 讓我覺得特別貪實 大雜院發展現在 它都是一個院子裡有好多好多的人家 然後大家不言而喻都會往外擴張 院子裡漸漸地就被基本上就都滿了 我們進來就不要再擴張了 我覺得設計是需要退後的 我們做的這個事兒 首先對居民是一種打擾吧 所以我們就採取了這麼一個方式 就是壓縮我們自己的室內空間 把一個室外空間能夠臨時給到這個院子用 天虛這兩個字也是因為這個而得名的